这一篇跟大家介绍的是Duck设定 首先开启系统编号设定 选择Duck 这边可以调整Duck大小 将滑杆往右移Duck就越大 将滑杆往左移Duck就越小 我们可以在这边将Duck设定成你想要的大小 接下来将放大打勾 这个功能是我们将滑杵移到程式图像的时候 会有放大的动画效果 接下来将放大取消打勾 滑杵再移到程式图像 现在没有放大的动画效果了 接下来是荧幕上的位置 点选左侧 Duck移到左侧了 点选右侧 Duck移到右侧了 这里可以让你自己选择Duck的位置 接下来是将视窗缩到最小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预设值的精灵效果 首先打开Google框 缩到最小的时候 是不是就像被吸入Duck右侧 直接放大缩小一样 现在改成缩放效果 接下来是将按两下视窗的标题列来说到最小 打勾 打开Google框 我们在标题列这边按两下 说到Duck右侧了 接下来是将视窗缩小为应用程式图像 接下来是将视窗缩小为应用程式图像 打勾 打开Google框 切开2个对方 将Google框缩到最小 现在Google框没有被吸入到Duck右侧 而是被吸入到程式图像 接下来是使用动画小为应用程式唯有 摇取到最小 现在Google框无被吸入到Duck右侧 而被吸入到层次图像 接下来是使用动画小为应用程式图像 來表示開啟中的應用程式 這個功能是我們打開程式的時候 程式圖像會上下跳動兩下 打開Google Chrome 我們看到程式圖像上下跳動兩下 如果沒有打勾,程式圖像不會跳動 接下來將自動隱藏機顯示Duck打勾 Duck隱藏起來了 將滑鼠移到最下方 Duck就出現了 接下來是會開啟的應用程式顯示指示燈 這個功能是我們打開程式的時候 程式圖像下方會顯示指示燈 打開Google Chrome 我們看到程式圖像下方有一顆亮點 這個就是指示燈 代表程式開啟中 我們現在開啟的系統偏好設定 也有一顆亮點 那現在結束Google Chrome 指示燈就消失了 這邊有一個地方要解釋一下 如果我打開Google Chrome 再關閉Google Chrome 這個指示燈不會消失 因為視窗左上角的這個紅色按鈕 它的功能是關閉視窗 不是結束程式 真的要結束程式 一定要在程式圖像按下滑鼠右鍵 或者在觸控面板上 用兩根手指同時按一下 選擇結束 這個時候才是真正的結束程式 如果沒有結束程式 而只是關閉視窗 這會佔用記憶體同樣 有些程式它還會在下次開機的時候 自動跳出來執行 比如說行事例 就是不結束程式 下次開機就會自動彈跳出來執行 如果每次開機 彈跳出來十幾個程式 那是很專門的 但是有些程式 只要關閉視窗 就可以結束程式了 像磁碟工具程式 打開磁碟工具程式 關閉視窗 指示燈就消失了 所以哪個程式會有哪種特性 就要自己觀察一下 這一邊只介紹Duck的基本設定 其他相關內容 歡迎觀賞其他教學影片 謝謝